被撞死的国道远景 夜交好的家属哭到嘶吼 肇事驾驶和妻子在灵堂前下跪 惭愧到头都抬不起来 再多的抱歉 也挽回不了三条人命 肇事驾驶的妻子此时已经崩溃 死者家属反过来安慰他 远景郭振雄的儿子也是司机 可以体谅肇事者的辛苦 女儿更在脸书po文表示 我们可以原谅肇事司机 因为过劳不是他所愿 他也是为了养家糊口 而且不是因为酒驾 真的可以原谅不苛责 相信爸爸也会认同 字字句句令人鼻酸 郭振雄的女儿更在脸书说到 当下他无法像家人一样放声大哭 这是他身为一名护理人员的悲哀 因为得亲眼看过爸爸的遗体 确认缝合状况 才敢让家人看爸爸最后一面 一场意外失去至亲 家属选择原谅 盼望的是死者能一路好走 记得来关张潘颖文台南报道